历史两年半琢磨 王霞君终于发表新系列 人间四喜 四件分别名为 大幅展露红瘦涂皙作品 气韵生动及减确细腻 我常常讲它好像永远是 最高标准就是华丽古典优雅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阴柔 是不是可以加一点当代性 那么这里面就是 我把它加了所谓的 男性刚毅担当的一种气象 希望能够把现代俐落 自信的美感做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有阴柔的部分 也有阳刚的部分 如果习惯于彩绘笔触的磁器表现 来看王霞君作品 其简约自制手法让人耳目一新 而线条上从上宽到下窄 大分量到扁平 看似平凡 其实却是王霞君作品中 最高难度之工艺 那每个圆形都是非常的困难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圆 像有的是椭圆 有的是大平面 这些大平面在制作它的圆形的时候 那个都是跟一般的制作磁器完全不一样 那个都是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投入 然后一点点做出来 这一次新作发表会上 王霞君也将近年受好评的茶席装置艺术亮相展出 不若瓷器强调洁白 茶席随处可见彩色甚至玩偶 流露创作人享受生活的闲情与童心 电影出身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希望 人生本来就多彩多姿 那么当然有根本的白痴的展现 那么另外有个生活面 我们希望真的你感到到生命里面 非常的丰富 除此之外 王霞君瓷器创作展 将在八月中旬 与北京盛大展出超过百件作品 观众将能一次欣赏到 王霞君钻研11年 兼具当代与突破的精彩瓷器创作 谢谢张宾杜明志的长报道